尊敬的各位企业家 土耳老师 大家好 我叫陈文希 今年25岁 毕业于南昌工程学院 虽然我刚毕业一年 但是我从进入大学的开始 就接触社会 再多个公益组织 参与志愿服务 写过文案 组织过活动 也参与执行多个公益项目 这份经历让我变得更加成熟 稳重 更有思考力 也让我深刻地明白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平台 是想求得一份总经理助理 或者销售类的岗位 以及各位企业家认为适合我的岗位 谢谢 我一看到你走下来的脚步和你说话的样子和眼神 就感觉你身上有一种非常朴实的味道 简历上写着你们有五个孩子 是吧 家里 是的 我是排行老师 你的妈妈生五个 养五个 太辛苦了 我现在非常是感恩于我父母 包括我们家里的所有小孩都是这样的 小时候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 然后是在农村嘛 有一个大院子 然后父母的话是为了是照顾好孩子 然后就是把铁门锁住 然后让家里小孩子就是在院子里面待着 然后就是像我小时候大概就是九点十点的左右才能吃到早饭 等着妈妈在外面洗完衣服然后回来 然后再做饭吃 那样的岁月里面除了有艰苦之外 有让人快乐的事 有啊 就是我们家的几个小孩子都非常听话 然后都非常懂事 我们五个孩子都上了大学 真了不起 五个都上了大学 对 想跟爸妈说什么吗 透过镜头 亲爱的爸妈 第一次在舞台上面能跟你们这样对话 前几天是父亲节 然后平时总是给妈妈打电话 不给父亲打电话的我给老爸打了个电话 当时老爸您在忙 然后我们就简单聊了几句 因为您这么多年来一直为我们这些孩子在外面奔跑 您的想法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孩子成家立业 过上好生活 然后我现在想说的是 现在您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然后在你们需要我们的时候 去给父母分担 然后你们也不要这么辛苦 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了 爸爸妈妈 我爱你 你是哪里人 江西九江 九江话说我爱你 我知道怎么说 爸爸妈妈 我喜欢你 南昌 南昌 我喜欢你 好 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公益的 其实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就有接触过志愿者 然后就我当时的想法 就是做志愿者 做公益 既帮助了别人 其实就更成就了自己 从大学就一开始的话 陆续的话就是在学校所在地的 一个区的一个协会 然后后面的话是有做秘书长 然后也有做副会长 在大三的时候就联系了自己家里面的公益组织 然后也希望是说 能够为家里的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就占用你的学习时间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得很好 所以今天你要面试的工作 是什么岗位呢 总经理助理 对 或者销售 你所选择的行业和职业 一个是总经理助理 一个是销售专员 相差的还挺大的 那如果这两个选择 总经理助理和销售专员方的一些 你会倾向于哪个职位 我可能更倾向于总经理助理 那我就问你 这些面前的这八个企业 九个企业 你想做谁的助理 同房爱因贾总这边 我自己这一块是 也是想进入教育行业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个我觉得贾总就非常的慈祥 就非常的有亲近力 那你呢 选总经理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因为总经理对你比较思想 比较宽容 不是 这个是我能学到更多东西 我选这个岗位的话 思想以后出能头地 所以是想去向总经理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那你要求亲自多少呢 底薪的话5K就可以 有地域限制吗 没有 期望是累积 好 第一轮选择去获勒 还有四站等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才艺展示 我准备了一段小演讲 演讲的主题是 相信相信 做好自己 相信很多人都有不自信的时候 换句话说 就是遇到问题 或者挑战的时候 会怀疑自己 我也是这样 之后我接触了公益 在做公益的五年期间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要学会去相信 学会去做好自己 三年前我们在江西的一个农村 做垃圾分类时 当时就有人质疑 农村怎么能做成垃圾分类 那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 农村虽然没有高楼大厦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非常的真诚 虽然没有好的基础设施 但是也没有那么多塑料垃圾 当时我们15个骨干力量 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在一个2000多人口的行政村 搭建了一个垃圾分类系统 帮助村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直到今天 他们都依然在兼职做垃圾分类 而且准确率在95%以上 我想表达的是 我们在面临困难与挑战时 一定要相信我们自己相信的 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 在出发前做好准备 在路上不犹豫不徘徊 只有相信自己才会无愧一心 才能赢得未来 谢谢大家 我觉得他讲得特别好 一个人是不是有 我们叫工作动机 也就是说 你首先要成就他人 或者成就社会价值 你才能真正地 遇到困难的时候 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 解决问题 达成目标 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潜力的 一个小伙子 我建议你从销售开始做起 而且我补充一点 我觉得我已经身上有一个 就是特别正的那种特质 很多英杰毕业生 可能更多的都是在想 追逐商业的成就 或者是追求这个工资的高低 但我觉得你现在 你不仅是说 你想在有事业上有成就感 而你还是站在为社会 有一些贡献值的角度去思考的 所以我觉得我挺欣赏你的 谢谢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 欣赏可堂 刚与同事相处几个月 向我借三万块 说一个月左右还 我应该借吗 如果是现在的话 我不会借 因为我之前吃过一次亏 就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当时他也是一个 就是一起做活动的一个伙伴 问我借钱 然后是以各种理由说 母亲疾病 然后或者是说一次货 然后我当时没有任何防备 就百分百的就把 就钱也借给了他 然后还向朋友去 向借钱借给了他 因为他急用嘛 但是就没想到后面是 他把我微信拉黑了 然后就没有还钱 你有去找他吗 我有去找过 然后我跟他说的是 我其实并不是看中这钱 然后是希望的是说 他能够去面对我 然后是也对得起自己 而且我自己明确跟他说了 我说你这个钱 如果说还不上的话 就不用还 但是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当然他还是没有 多少钱 一万多 一万多对于你来说 可是个大数字 对 通过后面自己去找了各种坚持 然后把这些损失就补回来 只有自己承担了 你就这么放过他了吗 我想过是说走法律途径 但是的话就 他妈的话其实确实是有病 我考虑到他自己本身 这样一个情况 觉得是可恨之能 必有可恨之处嘛 然后就没有去追究了 你觉得他可恨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呢 反过来你身上 是不是可恋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呢 我吃过亏了 就这个我觉得 就是以后就会记住嘛 这个人都会吃亏的 对于像你这样的一个经济情况 而且每天都做公益的人 你把一万块钱借出去 借给一个声称自己的母亲 有病的人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所有人 都特别喜欢你这样的男生 就觉得你这孩子特别的踏实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 你做事的踏实 但如果要做销售 还需要一定的技巧 我们要让他稍微试一下嘛 杜老师 就我有点不确定 他的销售能力到底行不行 哪怕你说卖课程 你能卖教育类产品吗 文西啊 我现在给你一款产品 我们有个教育的盒子 盒子里有几样东西 有书有玩具 假设荣儿宝贝两岁了 你要卖给他 怎么卖 我有个两岁侄儿 杨正好 杨正好 你好 你好 我是小陈 就咱们之前有见过一面 然后就咱们家不是之前跟我聊过 有个两岁的侄子吗 我想 对 我记得 但我上次跟你说了 我说这个决策不是在我 在他妈妈 这样我把我妹的电话给你 直接找他好不好 是这样的 就是关于孩子教育这块 因为就您 就之前也跟我说了 就您非常爱您这个职责 然后您这一块的话 也是想给他有一个好的一个教育成长嘛 然后我们这一块的话 公司是有这样一个 就是很符合咱们家小孩子类型的 这款产品 是的 我是很想我侄儿长得更好 就是能够学到更多东西 但是重点是我不了解他需要什么 所以我觉得可能 我妹妹他妈妈可能更清楚一点 所以要不然你直接找他聊 因为我现在他已经在咱家嘛 如果是说他在的话 然后您方便是叫他一起下来嘛 那等你下次来的时候 我再给你介绍吧 好不好 下次再说好不好 我今天有点忙 那您说的下次是什么时候呢 那我下周一过来行不行 好的好的 谢谢你 我觉得整体来讲 就做一个销售的本质 是先了解产品的 了解产品 然后了解用户 那我已经给你抛了一个点时间 所以对产品的属性 是你没有关注的 但整个的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基本上还好 对他的整个的跟进 时间点的确认 他的需求 以及确认下次整个的部分 我觉得还好 其实不是还好了 我觉得很不错了 但是他如果要债 能像这么追得紧一点 就更好了 因为这个问题我问的 所以我简单也点评一下 就是你的整个过程里 Push的稍微多了一点点 其实羊绒是给了一些机会 让你能够往后继续跟进了 就Push的过深以后 是容易客户有反弹的 另外有一个 就是我一直在等你找到那个点 你像军姐这种产品 是完全可以说 这是你姨妈作为小孩的礼物就好了 就不要一直卡在说 一定要他妈买 就这个点你没有找到 明白 第二轮选择虚活力 还有一盏灯 亚军为什么没灯呢 我特别想说 我很欣赏你的公益心 也喜欢你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态度 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 他有他自己的责任 你要的岗位 第一我的助理 那我已经有助理了 第二销售短期内呢 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再启动 我们预估北京九月份以后 才会可能会正式去开学 所以这样的三个月时间呢 我觉得对你来讲 我把你 即使我留下灯 我觉得对你是不负责任的 同样对企业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我想表明一个观点 如果三个月以后 你还没有找到工作 我欢迎你再回到东方 谢谢